2016年2月1日,中国国家天文台对外发布的《嫦娥三号着陆系月面》拍摄全部图像数据,其中包括数以千计从未公开过的高清真彩月面图像。 这些照片引起了美英等国的高度关注,他们使用诸如不可思议,迄今为止最清晰月面照片之一,等评论进行了密集深入的报道。 美国方面的报道着,中国国家天文台发布的这些照片,由嫦娥三号探测器以及热面巡视器玉兔拍摄,显示了月球表面的真实景色以及状况的细节。 在一些图片中玉兔行驶过后,留下的车折痕迹清晰可见。 报道着,所有数据在中国国家航天管理部门的网站上都能效载使用。 文章称,作为嫦娥三号任务的一部分,中国于2013年向月球释放了自身首个无人月球车玉兔号,成为继美国俄罗斯之后第三个登陆月球表面的国家。 对此,英国方面择以中国航天局公布迄今为止最好的月面照片,媒体进行了报道。 报道着,这些照片是迄今为止最精细的月球表面照片之一。 部分照片由玉兔月球车拍摄。 报道着,这个月面城市就是20世纪70年代后苏联的月球车停止任务之后,首个在月球表面执行任务跟月球车 如今,创造了月球车在月球表面工作时间的最长记录 据悉,嫦娥三号降落的地点,是月球红湾区 这是人类第一次着陆的区域 对于了解这个区域的地形地貌,探索月球的起源、演变、历史构造都非常有意义 进而对人类了解地球的形成起源有很大的帮助 此外,中国使用的相机、传输的技术、照片的清晰度、拍摄视角都是美苏之前拍摄月球照片视频无法比拟的 公布的这些照片,不仅对科学研究非常有意义 对于大众的科普也有很大的帮助 航天专家称,中国月表照片非常清晰,就好像人到了表面一样 通过着陆器和月球车拍这些照片能获得大量的月球信息 中国月球车的痕迹、轮印非常清晰 可以估计它的表面的松软程度 这对于我们以后在月球表面着陆或者就行巡视探测设计新的月球车 比如到月球背面都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而且通过它的车折,能够飞机出月软的厚度、松软度等等 这次中国月球车着落在红班区 这是国外也没着陆过的 通过选择这样的着陆区 对未来我们选择着陆区,也是有参考价值的 而且通过照片表明我们要比美苏当年 无论从相机的性能来讲 从着陆地点的选择来讲 从相机的倾斜角度来讲都是非常先进的 甚至比阿波罗登月的还先进 因为它们是70年代用的相机 我们现在用的是最先进的相机 所以清晰度非常高 而且我们是用了彩色 它们当时用的黑白 彩色图片不仅有利于科研 还有利于对公众进行科普活动 如果喜欢本视频 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 别忘了按赞哦